这名身穿蓝银的男子光着脚来到这个爱心站 工作人员话才讲一半 这名男子竟然拿起石头丢了过来 丢完石头继续捣蛋 西京卫的旗帜被男子搬到路中央 连来来往往的车子也受到影响 工作人员忍无可忍决定报警 结果一只酒瓶又突然丢过来 幸好工作人员闪得快 差点被杂送 这名闹事的黄姓男子今年40岁 正月4号因为毒品案才刚出狱 就到这个未在彰化的爱心天使站 前后闹了至少三次 三不五时还会打电话骚扰 就说为什么你要来服务我爸 那你是凭什么来服务 那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跟他说明之后 他还是就是还是继续乱 还是会打电话 事后警方设了巡逻箱 强调会加强巡逻 不止捐款民众被吓跑 原本预计14号 要举办三周年的感恩产会 也被部取消 办公室拉下铁门暂停使用 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提防 这个头痛人物 介绍孟辉 真话报道 我们下转了巡逻箱警方真换的 新闻 新闻